好,各文折案到现在为止呢 大家也在讨论的另外一条支线就是很奇怪 明明就是侦查不公开嘛 但是就是特定媒体 他们不晓得拿到的什么样的资料 是真的资料吗 然后呢,就一直开始在说了很多的故事 大家知道了,除了这个绿媒 就是包含了镜周刊之外 还有三立之外 现在包含了于北辰 他上民事的节目呢 包含了民事 也都提供了最新的另外一个资料 我们来看 他直接这一回呢,是于北辰 秀出了他说呢 当时有一个在他底下的一个部队的一个部署 也拿到了 也拿到了这个类似柯文哲的Excel档 然后要提供给于北辰 然后于北辰他当时的说法是说呢 他说他曾经在部队给我带过 所以呢,他说他有这么一个档案 我也希望呢,检调能够采用他的资料 为了呢,要说自己真的跟民众党有关系呢 这个爆料人士还提供了他在民众党里面的一个党证 还告诉大家他叫做张电成 那曾经是民众党的终身党员 那这个Excel档呢,代号也有写小沈1500 那么这个呢,所握的资料就是跟沈信经跟柯文哲有不当往来的报表 好,那当然此图一出啊 当然一开始有人会觉得就相信嘛 又另一个爆料是一个铁证,是一个实锤 好,对此呢,民众党随即也出面反驳了 说这个人这根本就被盗了 这个所谓的党证根本就不是这个人 意思就是被换图就对了 所以呢,陈志涵立刻讲了啊 余将军早安,吃早餐了没 今天换你出来打球咯 满满的讽刺 但有网友呢,立刻揪出来啊 说这个所谓的资料呢 好像应该从余北辰的这个 有没有,正义军魂 余北辰将军粉丝团里面 本来之前就已经有的哦 我在FB上面找到的来源 可能是这个Jalen Thomas的账号 在余北辰的粉丝团切的 一看就知道是个假账号 那上面呢,有把Excel表格列出来 像是省庆金 还有林某、陈某、王某等等 就是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 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好,另外今天呢 很多这个绿媒呢 又爆出最新的一些内幕了 包含上市你看 四度改供词刃交代不清 陈佩琪敏感时刻 到ATM去存款涉嫌洗钱 还有陈佩琪涉嫌洗钱一啊二啊 不只是170万啊 那么存款的ATM存款的 次数高达是60次 还有呢,在逃出影员会了 省庆金之后呢 然后柯文哲隔天的访美 手机就离奇不见的 相关更多的内幕 来看 陈佩琪的ATM存钱行为 集中在京华城便当会 跟柯文哲与省庆金见面后 这两个关键的时间点 然后呢,陈佩琪就分了60多次 每次10万或是将近10万元 到ATM去存钱 那么将总共有619万9千元的现钞 存到了自己的三个子女 跟他总共四个人的账户 那么在接受时呢 总共有四度的翻供 这四度的翻供呢 包含了像是一开始讲的 是柯文哲的稿费 要不然呢 就是这个小朋友的红包 要不然呢 就是民众的政治捐款 还有以他至今的首尾钱 四次的翻供 那么他们就讲了 这恐怕呢 有替柯文哲处理不明资金 制造资金的来源断点 涉及洗钱罪等等 那么在没有任何的背景情况之下 这是周刊最新的一个报道文章 对此民众党的议员呢 黄敬英就讲了 检方不断地透过媒体在放消息 让柯文哲在舆论上面呢 居于劣势 这就是北检在这个案件上 定罪上有利 这不是政治办案性 那是什么才叫做是呢 黄敬英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点 好那刚刚也看到了 包含了像是这个蔡振元 也提出了 对于这个所谓的 记者养线七年的方式 也提出了一些质疑点 那么现在就讲了 侦查不公开 那所以到底检掉 有没有故意去放消息给媒体 然后去带风向这件事情 现在有人要来证实 这是监察委员高永成 他说呢他研究了 这所谓的侦查不公开议题 二十年 那么检掉跟媒体 的确存在着某一种的共生关系 那至于是否代表 检方办案要媒体带风向 多少是有一点的 重点来咯 是多少有一点 他研究二十年下来 的确是有的 所以嘛 外界讲的侦查不公开 都是假的嘛 都是假的嘛 代表有部分的检掉 的确是要靠着媒体来带风向 那在关于课文者这件事情上面 你认为检掉有吗 即便他们要分案来查 但你觉得查得出真相吗 又是在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情况之下 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到 在于北城呢 他最近 最新跳出来要当一个爆料者 那他就讲了 刚刚提到的 民众党的前党工 也提供了类似的金流的档案 所以呢 于北城甚至还呼吁北警 如果你觉得OK的话 可以用我手边的资料来查 但话才没说完多久 随即就被所谓这名前党工 他还录影表示 他自己不认识于北城 我的身份已经是被盗用了 另外民众党的立委张旗凯也开唱 要求北检来去查 于北城为何可以丢出假资料 所以这幕后的藏进人是谁呢 他同时也要求于北城必须要道歉 于北城这个爆料应该有两个假吧 一个是假身份 这个党员已经录影出来讲说 他的身份被冒用 这个是假资料 根本就是完全造假的 就两个假 所以一别人老讲 真的是非常的大胆 而且他竟然还说 他把这个假资料 交给北检 他这样不只是误导了全民大众 他要误导办案吗 所以我们正宗的呼吁 北检应该申办这个事情 要约谈于北城 第一个 你的资料从哪边来 因为当事人已经出来讲了 他说他现在人在加拿大 第二个 他根本不认识于北城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提供资料给于北城 请问 谁把资料给了于北城 后面有造谣的一条龙吗 后面的长径人是谁 指导 谁在指导 在做假新闻 要陷害柯文哲 NCC死掉了吗 这个消息 你不认识于北城在电视上讲 那么多名嘴 那么多电视台在讨论 NCC完全不用管吗 请NCC 不要不作为 眼睛蒙起来 耳朵蒙起来 完全不管这样的事情 今天以北城可以造谣 过几天又有另外的一个诊 宜蘭城 宜东城 宜西城 可能就会造谣了 好 于北城的爆料 每几个小时之后呢 是不是觉得事态有点严重 或者是被他认为是假新闻 因为包含连那个所谓的 他的部署都自己录影 跳出来说不是他 所以现在于北城 是不是紧张到 出来开始洗地呢 在脸书当中 最新的发文 他要还原当时的 电子邮件的真相 他说9月9号晚上11点多 接过了自称 前民众党员的爆料 说自己有跟马主播 相似的Excel党 所以他回复 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这个时候不宜爆料 而在隔一天10号 上午该员 在本人的冒用粉砖上面 自行上传了Excel党 就刚刚我们看到的 那么经过记者通知之后 随即受访曾经 并不是本人公布的 并于民事新闻 说明该档案 是由自称 前党员自行人士 所上传的 但重点来啦 他跟大家讲 至于这个Excel党 他已经在10号 民事的节目当中声明 未经证实的资料 我不予爆料 但他先前受访的时候 我们刚刚也清楚讲了 民事的口白 写得很清楚了 他就是你的部署 你还希望呢 检调能够用他的资料 来办案 所以呢 当时你的话 影音都有了 都已经存档了 那有人讲了 所以换句话说 你现在是在 自导自演被抓包了吗 所以赶紧出来洗地吗 而这样侦查不公开 但是又处处放话的文化 真的是不可取 立委 宏梦凯就认为 现在政论节目的名嘴啊 每天讲这些内容 假的是煞有其事的 好像自己就跟着 住在旁边 还是一路案情都有 默默在跟肩一样 要不然怎么会长得这么的 有本有据呢 他觉得就太离谱了 他呼吁检调呢 现在要拿出证据 如果有你就公布出来 你就起诉柯文哲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整天只会透过媒体来放风 那就是很多无辜的人等着遭殃 每天晚上这个政论节目 都可以持续在那边 而且那些台 绿营的那些台 每个人都只剩粒粒 好像每个人都在现场的感觉 我们一早起来 也看到周刊 又再爆了一些新的料 那周刊的料从哪边来呢 现在就只有北检 我自己都很想要 在司法法治委员会即将开业 我就要问检察 我就要问法务部长 我就要问相关的检察 总长等等 我就说到底你们的这个 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是难道你们连最基本的保密 都没有办法保密的话 连最基本的一个政策 都没有办法保存的话 那你这样子你办案 也无怪乎人家会指引你说 为什么一定要清晨六点 破晓出击 如果说你真的是可以保密的到 滴水不漏的话 你八点去行不行 十点去行不行 是不是你们自己的证据 也掌握没那么足 也因此你才必须要 透过媒体不断的放话 就是要把现在被关在里面的 柯文哲 把他打成就是社会已经先死亡了 因为社会性死亡之后 你们在里面 不管是要逼购 不管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你们可能会比较好做 难道是这样吗 如果说你真的有罪 抱歉 大家都应该把证据拿出来起诉 但如果真的没罪的话 你也不能这样子 让一个人社会性死亡 而陈培琪最新的讨论话题是 他在两个关键的时间点 用ATM存钱 分别是金华城便当会 以及柯文哲单独跟审刑金会面之后 那陈培琪呢 他就用ATM汇款了619万多元的现金 到自己跟旗下三名子女的账户 总共四个户头内 对此台北市议员林延凤他就认为 这不符合常态 恐怕会涉嫌犯罪 而木可公关 公司还有众望基金会 两者成立时间 也跟金华城一案 关系密切 也遭质疑是柯文哲的扫尽苦 不是有收1500万吗 检方紧追行贿金流去向 柯文哲妻子陈培琪 10号一度传出被简联约谈 陈培琪澄清是假消息 但近周刊再报 陈培琪集中在金华城便当会 以及柯文哲 审慶金见面后 两个关键时间点 总共把619万元现钞 分了60多次 每次10万元不等 以ATM汇入三名子女账户 但陈培琪应讯时 四次翻供 强调用ATM存款是理财习惯 没有任何财产来源不明的金流 那显示他们这样子做 就是有目的性 在规避金管会 包含银行的监督 不只是陈培琪存大把现钞 起人一斗 从审刑金被爆出 在2022年10月 有论功行赏的名册后 同月14号木可公司成立 18号金华城取得建照 隔一天马上举办动土典礼 而柯文哲 USB内记录着 2022年11月1号1500 隔天 众望基金会就设立 时间点真的太巧 靠赏名单之后 居然他的秘密账户里面 也收到了审刑金的1500 到底是不是有相关对价的关系 有待检调调查 但他如果没有对价关系 这样子的时间点也都太巧合了吧 根据众望基金会官网资讯 112年捐款收入1905万元 113年807万元 合计2713万 却支出了2677万余元 但官网上只有四场公开活动 以及一张十万元的支出发票 查阅经费预算表 也只有看到113年的编列说明 112年业务支出就花了1400万元 也招职钱花去哪 只有办过市场活动 跟一笔十万块的捐款 可是这两年他们却花了 收了2700万的捐款 花了2600万 到底是有实质支出 还是他又流向了木科 众望基金会它是一个基金会 它跟民众党组织没有相关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应 民众党虽然炮轰检方 配合特定媒体罗资罪名 但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 可不是一句巧合或不知道 就能轻松带过 记者林区芳 蔡平洋台北长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